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族就是脚 那远族是什么意思呢 远族就是走很远的路 是啊 远族就是步行去比较远的地方旅行 看风景 如果老师说明天带你们去远族 你们的心情会怎样呢 我们来听听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说的 我会特别开心 特别兴奋 希望老师早点带我们去远族 有一个小女孩 她和你们的想法一样 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去认识她吧 请大家轻轻地翻开语文书 试着自己读一读课文 注意借助拼音把字音读准确 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 就请你圈出来 看拼音 读准字音 课文读完了 这篇课文一共有几个小节呢 请同学们用铅笔来标一标 课文一共三个小节 你们都标对了吗 下面我们请几个学习小伙伴来读一读课文 同学们 你们来当小小裁判员 听一听他们的字音是否读准确了 请大家集中注意力 我们开始了 明天要远足 翻过来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海 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 翻过去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云 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节白柔软吗 翻过来 翻过去 唉 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 认真倾听的小小裁判员们 他们读得怎么样呀 快来评价一下吧 我们听一听 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这几位同学 字音读得很准确 句子也很通顺 我觉得他们的爱字读得好 就像我平时叹气一样 是啊 结合生活中的感受 能够把课文读得更好呢 同学们 你们看 淘气的词语宝宝从课文中跑出来了 你们还认识他们吗 请你们快来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我们听一听 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读的 大海 老师 同学 同学们 你们看 这几个图红的字 是我们本节课要认识的生字 你们有什么识字小妙招吗 我们来听一听 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说的 我用加一加的方法认识的海 左边是一个三点水 右边是一个每天的美 加在一起就是海 这位同学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记字 谁能用海组词 海洋 海面 海水 这位同学用的是扩词的方法来记字 同学们 你们看 这是水呀 一起来读读这个词 老师 这些人又是谁呢 请你们看图来说一说他们的职业吧 这个戴白帽子的是厨师 这个正在给别人理发的是理发师 接下来请同学们读一读这个词 同学 现在你们就在和老师 同学 一起学习呢 请大家再来读读这个字 那 我们来个对字歌吧 这个对那个 这里对 那里 这地方对 那地方 同学们 你们看 这句话当中 藏着三个可爱的瓷宝宝呢 请你们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地方 真的 那么 你们发现这三个词有什么特点吗 这三个词当中的第二个字都读轻声 那就请大家和老师再来一起读一读这三个词吧 地方 地方 真的 那么 像这样的词语在文中还有两个呢 请你们和学习小伙伴一起来读一读吧 什么 时候 这两个淘气的瓷宝宝跑进了句子当中 你们一定要把字音读准确呀 我们听听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读的 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 是啊 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 一起来读读这个词 天亮 亮子中藏着一个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新篇旁 金字头 请大家伸出小手指和我一起写一遍金字头 点 横 请大家再来一起叫出它的名字吧 金字头 亮子还有很多小伙伴呢 形容特别亮就是明亮 你能联系生活来用亮组个词吗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 是亮闪 是亮闪 接下来请大家读一读这个字 睡 睡字中藏着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个片旁 木字旁 请大家和老师一起读一遍 木字旁 木字旁的字和什么有关呢 木字旁的字和眼睛有关 我们继续看这个睡字 左边一个木字旁 右边一个锤 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之为锤 合起来就是睡 我们睡觉的时候 眼皮会锤下来 眼睛闭上了 我们就慢慢地睡着了 像这样把左右两部分的意思合起来 就组成了一个新字的意思 之前我们在学习日月明的时候 就认识了很多这样的字 把左右两个字合起来 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字的意思 你们能用这样的方法 把睡字也加进去吗 日月明 田立南 小大尖 木垂睡 你们看 这样十字多有趣啊 下面我们来玩个十字小游戏 苹果树接苹果 出现一个苹果 就请你们大声地读出上面的生字 请大家集中注意力 我们要和学习小伙伴一起玩游戏了 海 铜 诗 亮 妈 真 纳 睡 老 神 财 淘气的字宝宝跑进了课文当中 好了 请大家身坐正 脚放平 双手拿书向外倾 让我们和学习小伙伴一起来读一读课文吧 明天要远足 翻过来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 翻过去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洁白柔软吗 翻过来 翻过去 唉 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 课文读完了 同学们 你们都知道了什么 我们来听听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说的 我知道了 文中的小朋友要去海边远足 我知道文中的小朋友要去的地方 特别美 云极白柔软 大海还有好多种颜色呢 我知道了 这个小朋友翻过来 翻过去 睡不着 特别兴奋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下节课 继续和这位小朋友 一起去远足 接下来 请同学们来看一看 本节课我们要写的两个生字 请大家仔细观察这两个生字 在书写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听 学习小伙伴是怎么提示的 看结构 才是独体字 看关键笔 树构要写在树中线旁边 树要向左 勾上去 看笔顺 请大家伸出小手指 和我一起写 一笔横 二笔树 下面 请同学们和老师 一起来写这个材字 一横高于横中线 树中线偏右 写树钩 交叉点处 撇起笔 在写名字的时候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 学习小伙伴的提示吧 看结构 名是左右结构 这个字 左小右大 在写的时候 要注意 左面的部分 要靠上写 看关键笔 注意 日月中的小横 挨左不挨右 月的树撇 靠近树中线 月字的第二个小短横 写在横中线上 看笔顺 请大家伸出小手指 和我一起写 竖横折 横 横 撇 横折 勾 横 横 好了 请大家和老师 一起来写这个名字 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 在填字格 在填字格当中 将这两个字 各描两个 写一个 书写时候 要注意 身坐正 脚放平 三个一 要牢记 请大家开始写吧 好了 我们一起来评价一下 这两位学习小伙伴写的字吧 这位同学的材字 这位同学的材字写对了 做到了横平竖直 但是最后一笔 撇写的有些长了 再短一些就更好了 树沟要写在树中线的右侧 这位同学的名字写对了 也注意了老师刚才说的左小右大 只是日子旁写的有些靠下了 再往上写一些就更好了 谢谢你们的评价 在大家的提示和帮助下 两位学习小伙伴的字 不但写得正确工整 而且更加规范了 我们给他们三颗星 生字写完了 请大家和老师再来读一遍课文吧 同学们看 中间涂红的这些字 是我们本节课要认识的生字 大家一定要把字音读准确呀 请大家集中注意力 我们开始了 明天要远足 翻过来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海 真的像老师说的 那么多种颜色吗 翻过去 唉 睡不着 那地方的云 真的像同学说的 那么洁白柔软吗 翻过来 翻过去 唉 到底什么时候 才天亮呢 课文读完了 远足的前一页 文中的小朋友 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课下同学们可以把课文读给家人听一听 好了 同学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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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